看到这个超豪华的游泳池了吗 有人曾出一个亿都没买下 要知道这可是哥俩花了150天才建好的 哥俩名字叫大伟和小伟 个个都是野外建筑高手 这天哥俩来到一处空地 四处打量了一下 发现这应该是块风水宝地 于是简单清理了一下杂草后马上开挖 很快挖出了一个大方坑 南边还留了两座斜坡墙 要问这斜坡有何用 两人马上开始修整 大伟搞长斜坡 中间挖滑道 小伟搞短斜坡 做成楼梯状 然后接着在斜坡下面继续挖坑 转眼功夫泳池底部已搞定 接着哥俩开始搞沙发和茶几 这次的沙发维护形 使整个别墅显得更立体更好看 与前面的茶几更协调 两人接着又在墙上开了12个窗格 建了一个特别气派的拱形大门 接着哥俩又去大门对面挖了个卧室 造了一张三米乘三米的超大多人床 这次两人再怎么翻滚都不会掉下来了 接着哥俩又去滑道和楼梯中间 挖了个城堡造型 还精心的雕刻了一番 基建工作已完成 下面开始铺水泥 哥俩来到天然水泥厂沼泽地 一顿霍霍之后 水泥材料搞定 两人分工铺水泥 大尾负责铺 小尾负责运 先铺滑梯 再铺池底和池壁 哥俩合作就是效率高 转眼就完工 接下来开始搞颜料 和上次一样 红黄蓝白四种野花椰果捣碎 放到火炭上煮开即可 小尾看大哥类的够呛 哥俩开刷 把泳池刷成蓝色 把门柱刷成红白相间色 大门刷成黄色 用蓝色进行点缀 再把窗户和茶几刷成红色 把沙发刷成了黄色 蓝色做点缀 接着开始刷城堡 红白相间的城墙 配上蓝色的大顶 好看极了 接着开始铺草皮 这些都是小儿科 两人分分钟就能搞定 万事具备纸钱水源 哥俩决定去饮水 方式和之前的一样 用竹片煎好即可 水源就这样轻松搞定 两人这才想起来有点饿 于是四周转用觅食 忽然发现一只白鸭子 哥俩一把就抓住了 这下有烤鸭吃了 两人在茶几的坑里点上火 用木棍烧点炭 趁这个功夫 哥俩去刚建好的游泳池滑梯撒撒欢 两人兴奋地叫着 像急了发情的胡子 高兴坏了 两人疯狂地滑着滑梯 几天来的疲惫 一扫而光 完了五分钟 哥俩一看火差不多了 于是架肉开烤 转眼肉熟 两人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不到一分钟的功夫 哥俩就干完了一整只鸭子 两人吃饱去睡觉 后面发生了什么 你们猜猜看